香港青年走在最前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眼 今天我身處北京為大家報道新聞 因為香港大學出現了一宗醜聞 就是一個入讀香港大學的新生 他入讀護理系 他去完護理系所舉辦的形身形 即是我們俗稱的 Old Cam 之後 他就在網上發表了一些他自己的感受 當中也可以看到有一些有雙風化的事情 亦都在那個形身形裡面發生了 同時間在那個三日兩夜的形身形裡面 那個新生就感受到 一些祖爸祖媽 即是哥哥姐姐 即是學長 在裡面吸食一些非法精神藥 那些非法精神藥就是一些麻草 這件事情應該是近期才發生的 還未見到會有什麼處理方法的效果方面 我們稍後會說一下這件事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大家讚好留言訂閱我們香港青年的頻道 以及記得按旁邊的小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的影片 我們先說回這件香港大學的醜聞 事源就是一個入讀香港大學的新生 他就入讀香港大學的護理系 他在開學之前就去了一個形身營 即是我們所謂的Ocamp 在這個形身營裡面就要過三天兩夜 這個經歷令到他很不愉快 他就在網上發了貼文 來講自己在形身營裡面所見到的事情 首先在形身營裡面他們受到一些 祖爸祖媽不起碼的對待 那些祖爸祖媽就是一些護理系的同學 可能比較年級高一點 形身營本來就是一些舊身 可能一些一、二、三年級的大學 他們去照顧一些新同學 令到他們比較容易去融入學習的環境 校園的環境甚至乎令到他們沒有那麼緊張 和別人接觸 總之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那些新同學進去之後 他就發現這個形身營裡面的很多活動 都是不正常的 例如裡面又有一些喝酒 又有一些祖爸祖媽吸食一些非法的開心藥 同時間他們有一些活動 是涉及到要玩水 他在那個鐵紋裡面 就細數到說 要玩水我們想穿一些深色衣服 但是那些祖爸祖媽就不允許 不允許他們換一些深色衣服 為什麼呢? 因為發鐵紋的那個身身 他是一位女身來的 大家知道 女身和我們男身不同的地方 就是大家身體特征不同 女身如果穿一些很淺色 他們要用它規定了一些身身 是穿他們組很淺色的T恤 如果要玩水的話 大家想想那些那麼淺色的T恤 濕了水會很透視 所以那個身身就說到很難受 玩完水全身又濕了 衣服又透透了 而且那些材料是特別薄的 不知道誰想出來的 令到別人自己很尷尬 那個身身 我濕了水還要透視了 被人看到很不感覺良好的 但是又不讓他去換衣服 然後結束了那些活動之後 晚上想說回房間休息一下 不行的 那些年紀大的祖爸祖媽 祝他們有下場活動的 還要去喝酒 喝酒的地方 他還聞到一大股 非法開心藥的氣味 大家都明白是甚麼非法開心藥 吃了那些麻草類的東西 他說整個形身形都不時聞到這些味 還要不止是一兩個 是整班那些祖爸祖媽 即是舊同學 即是年級高一點的那些 全部都有這個情況出現 所以有見及此 這宗新聞這宗醜聞爆了出來 我覺得我們香港的那個 大學的教育制度裏面 是不是需要改一下呢 是不是需要監管一下這些 新生的形身形呢 那個新生在發完這篇貼文 他說到最後 他形容了他在那個形身形裏面 所見到的事情之後 他發表他的感覺 他說到 他簡直是過完形身形 他是不想再在那間大學那裡 然後繼續讀書 那麼這間大學 還要是香港大學 是我們香港最高級 最出名的學府來的 港大 但是也發生了這個事件 那麼我相信這些 不是冰山一角的事件來的 其實以前在我們香港 新聞裏面都報道過了 有不少的大學他們的形身形 都是玩一些很踩界 甚至乎很有雙風化的遊戲 就好像今次那個新生 他說裡面的祖爸 對他們無手無腳 亦都不止是他自己 他問過其他的新同學 亦都有同樣的事件去到出現 而當他們想去投訴的時候 其實搞這些新生形的活動 那幫人全部都是合起來的 無論是男女 全部都是合起來 那麼他們可以去哪裡投訴呢 那麼校方 有沒有提供一些渠道 去到給他們去新生 去求助的時候 有得去投訴 還有現在我們香港發生這些事情 這些新生形 那麼是不是需要取消了他們 那麼多間大學 因為這些形身形又不健康 同時間 為什麼那幫人 會搞這些事情呢 一來他們可能 受到以往這些不好風氣的荼毒 那麼本身你就算不是一些那麼壞的人 那麼你形身形已經是這樣的學習風氣 生活模式 入到去 好意就會被一些壞同學去同化他 污染了他們的思想 那麼污染了他們的思想 到他們也都成為了學長 師兄師姐的時候 到他們去玩一些新入來的學生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惡性循環 我們是不需要有這些惡性循環的存在 繼續去把這些不好的風氣 一代一代這樣去到交接下去 所以這些這樣的形身形 是不是需要呢 一刀切 全部學校都不給有 又或者呢 就算有 不要說三日兩夜 形身的話 其實一日或者半日不需要過夜 大家自在認識一下 那個學系的學長 或者其他新同學 有很多這些活動 不需要一定要過三日兩夜 玩一些刺激的遊戲 大家可以健健康康 亦都可以認識到的 就好像我這陣子 我來了北京這裡學習 一個短期的課程 這個短期的課程是一個星期 在清華大學裡面學習的 我們同一個班有幾十人 很多同學都是不認識的 當然有兩三個是比較熟的 是不是一定要玩那些形身形 才可以跟你其他學系的其他同學 去到建立感情 建立關係呢 又或者是熟悉到那個學校的環境呢 我相信是不需要 好像我們這樣 平時正正式式去到學習的話 你上完課 其他的課餘時間 可能你吃午餐也好 吃晚飯也好 大家都會可能聚在一起 會討論一下 你當日會學了些什麼 或者對課堂的知識 對教授教的內容 有些什麼意見 有什麼得著 又或者你有些什麼不明白的地方 跟同學去溝通 其實平時的生活都可以建立到這一種的關係 是不需要有這些形身形的 因為如果還有這些形身形的存在 大家都可以知道了 港大 中大這些 或者科大也好 我們香港很多大學 裡面呢 在19年的時候 都能看到存在著很多的黃人 很多的思想 不正確的人士 如果這些學生染污了其他好的學生 我們香港的未來 真是苦不堪言 所以有見及此 我真是很希望 我們香港的大學 可以把這些形身形取消了它 不要讓那些學系 或者什麼學會 繼續搞下去 用個另一些方法 可能校方自己 去到跟這些學系 去到溝通 去到安排 我覺得這些大學的形身形 不可以是沒有校方的人員存在 去到看著它進行的 因為如果是完全沒有 學校的任何教職員存在的話 那幫學生 搞到好像烏煙瘴氣一樣 希望我們的意見 我們的聲音 可以表達出來的時候 社會是會吸收到 我們香港青年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香港青年頻道 拜拜 好